好,那开始 接下来呢,我们要讲几个应用层的协议 应用层协议 DNS 还有我们后面的DHCP 还有一个是 Telnet Telnet我们也可以玩一下 对吧,因为我们Windows也有Telnet服务 还有一个SSH 然后主要是这四个吧 然后后面明天和明天是周几 明天周五对吧 明天的话和后天的话我们 有我们还要得讲HTDP HTDP的内容会比较多 但是 当然不是 课件上面内容比较少 对不对 那我们的课程大纲里面的 对HTB的要求比较严格 或者内容要求比较薄 然后同时 关于HTB这个协议 如果你们想要自己找一些参考资料的话 对 我们同样也有图解系列的图解HTDP 对不对 或者什么 或者这本HTB的权威指南 外面很多 对吧 这种其实你们都可以拿去看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讲第一个协议啊 DNS 先看一下 首先DNS这个协议啊 它诞生之初 为什么会有DNS呢 你在计算机发展初期的话 我们 整个世界上面的什么 计算机规模是比较小的 那一般掌握在一些大的 比如说军方 刚开始在军方 对不对 用的我们的DAPA 对吧 就国防部下属的一个机构 然后它 开发出了什么 TCBIP写一站 然后 后面呢 慢慢的什么 变成民用 民用的话呢 我们计算机 也经过了什么 几个大的时代的发展 对不对 什么电子管 什么晶蹄管 对不对 然后什么集成电路 什么超大规模集成电路 对不对等等 嗯 那想一想 嗯 我们我们知道了吗 两台计算机之间通信是通过IP地址 对不对 那我记得你的IP地址 如果我们只有两台 那我记一下你的IP地址也无妨 对不对 那我能够记得住 那假如说 随着我们的什么 计算机的发展 计算机越做越小 越做越便宜 性能越做越好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计算机会越来越多 整个互联网上面计算机 或者服务器越来越多 比如说 我们刚开始只有百度 或者我们不通过这种三达 的百度点看去访问吗 百度 而是通过什么 IP地址来访问的话 如果他只有一台 没有什么问题 对不对 那 难就难在吗 不 不只百度一台服务器 我们需要登录的 我需要什么 去访问 可能还有什么 新浪 微博 对吧 还有什么腾讯的各种游戏 或者说 哎我们需要与各种各样的什么 服务器 或者其他的主机通信 那我就得知道它的IP地址 那我就得记住它的IP地址 如果我们只用IP地址的话 计算机是不是只认识IP地址 只认识数字 0和1 对不对 那然后它是什么 会给什么 计算机 我们 TCPIP协议站里面定义的 我们是通过IP 来做一个逻辑寻指的 对不对 所以每一台计算机上面呢 都会有一个IP地址 但是 其实有IP 我们计算机是不是就可以通信了呀 有IP有Mac对不对 那为什么还需要有DS这种东西呢 或者说还需要有域名这种东西呢 原因是什么 好在早期啊 因为数字去标识地址非常的不方便 主要是人记不住 太长了对不对 记一个还好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记什么8个8.8.8.8 4个14 哎一下就记住了 但是你是你说 你现在让你说出百度的IP地址 你说得出吗 不知道对 啊 就非常的不方便记忆 所以呢 于是unix上面呢 就出现了一个叫做hosts的文件 hosts 啊 Linux呢或者Windows呢 也继承了这个文件 其实它Windows也有这个host文件 Linux更有 啊 Linux的host文件呢 在etc下面 嗯 etc目录 这个文件 那这个host文件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呢 就是 比如说我要去访问你的话 我不记你的IP地址 我给你的什么IP地址起一个名字 或者说我们这个IP地址其实就代表一台主机嘛 你这台主机对吧 那我给你这台主机起一个名字 让这个名字与你的IP地址做一个什么 对应对吧 做一个对应 那以后我要访问你的话呢 是不是可以通过这种名字来访问 而不是通过IP地址 所以我们的hosts文件干就是干什么的 打开虚拟机啊 我们也可以查看自己的Windows啊 Windows的hosts文件在哪里你们自己找 好吧 或者我简单的说一下 你们能不能记住就不管了 在c盘的Windows目录 system32 下面的drivers下面的etc 如果对吧 就自己找一下 来我们来看一下 caddy里面的嘛 或者linus里面的etchosts 他的 打开中端 在etchosts里面 我们用vi打开啊 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些默认的映射啊 比如说他的127.0 你要是我们的还回口 还回地址对不对 到什么 lockhost 所以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我去访问lockhosts 或pinlab的话呢 我都会解析成这个地址 都会解析成这个地址 所以比如说你pinlockhosts 是不是就是拼什么 自己对不对 然后他会解析成你自己的 根据hosts文件里面 他会你看这里是不是也解析成一个黄地址 这是ipv6的 就是ipv6的一个黄灰地址 你可以这么理解 那看这里 这里 这一行是我上次自己加的吧 本来这里你们是没有的 你们是没有 那比如说哎我们可以什么 自己在上面呢去写映射 这种在etc里面呢 去自己写这种映射关系的话呢 可以用来抵御一种攻击 叫什么攻击 不是豆子 跟豆子没关系 叫ds欺骗攻击 知道吗 ds欺骗 本来你去什么 你去问百度 那dns服务器会回你吗 但是现在 有一个假的dns服务器直接回你 哎百度是他自己的一个什么 钓鱼的服务器对不对 让你去什么访问 所以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这个时候 我们如果把它什么写死 是不是他就欺骗不了你了 ok 所以这是hosts文件啊 那hosts文件好像已经解决了 我们刚才所说的什么 gibd址困难的问题 解决了吗 刚开始是解决了 后来又怎么出问题了呢 你想一想我这个文件是不是 每一台什么互联网上每一台计算机 是不是都要给他起一个名字 首先你得给他每一台主机起个名字 对不对 然后呢把它写进去 对还得自己改对不对 这个文件得自己去修改 而且这个名字呢 是不是没有一定的什么规范 大家都可以乱起名字对不对 那也有可能什么有些人起的名字 名字一样 文件肯定不会报错 但是如果名字有一样的什么 你这个主机名和 但是不同的IP地址的话 是不是会有问题 在访问的时候 对吧 那你难道随缘解析吗 对不对 所以会有很多很多的什么问题 而且这个文件随着什么 越来越大的话呢 我们去查询 对不对 也会慢 比如说这里写十万行百万行 你要在十万行百万里面查一条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需要一个什么 就在当时 呃 其实还有一个过渡的阶段 就是 耗设置文件出来之后啊 大嘛 或者管理务方面嘛 首先他不能及时更新 比如说我们 哎一台什么 我们自己的服务 我们自己的网站 自己公司的网站上线了 我是不是得通知 得把这个hosts文更新啊 但你更新没用知道吗 你更新 别人有没有更新 他你要让他能够访问 你是不是得让他更新啊 你自己更新 你是 是你自己能够通过什么 这个hosts文件去解析对不对 是不是有有这样的道理 所以怎么怎么解决的呢 我们怎么解 怎么想办法怎么解决 就是把这个文件什么 放到一个ftb服务器上面 然后其他的用户 都去我这个ftb服务器上面 统一的去下载这个文件 统一的去更新 比如说每天的几点钟 定时的把这个文件什么 更新一下 是不是可以这么做 我们做一个什么定时任务 对吧 计划任务 就每天定时的把那台ftb 就是公网上面ftb这台服务器的什么 把它下载下来 这样一定程度上面缓解了我们刚才所遇到的这些问题 但是也会有很多问题 对吧 比如说我们之前有一些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比如说域名的什么 混乱问题 名称的混乱问题对吧 没有一定的什么 一定的结构 还有更新也不是实施的 你不下载 他就更新不了 你得自己去下 对吧 只有有一定延迟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DS 的出现了 就是为了解决这种 大规模的这种 域名的解析问题对吧 大规模的 那我们不能什么像这样子把这个服务器呢 直接什么 放在某一个位置 对吧 我说我不能什么 我们不是把这个所有的什么 记录写到同一个服务器上面的 而是什么 分开存放 而且我们的主机的名称 主机的名称 我们有一个什么 命名的规范 对吧 比如说前面是什么 前面是主机名 后面呢 是域名 比如说以这个地址来说 3w 是什么 主机名 后面的百度点 com是域名 然后中间的点是分隔 对吧 都是用点来分隔 那我们怎么来解读这个这个什么主机名呢 就是这个是什么 就说 我们要访问的就是三达百度点抗这个域 这是一个域 比如说百度公司 他会买很多域名 对吧 然后呢 他把3w 这台主机 就是我们把其中的某一个什么 这个域下面的某一台主机 名字叫做什么3w 对不对 叫3w 然后其他的主机呢 比如说我们还可以叫什么 当然百度的这些主机都是服务器 都向我们提供服务的 比如说3w就是什么 提供这种搜索引擎对不对 还有什么 比如说贴吧 百度贴吧 百度贴吧 对吧 贴吧点百度点抗 还有呢 盘 对吧 百度网盘嘛 盘点百度点抗 还有什么视频图片 再把点百度的抗对 所以他还有很多的什么主机名 这主机名其实就是服务器嘛 像我们提供的服务器啊 所以我们的什么 这个什么这种名称 我们是在域名 ds的域名空间里面定义的 就ds有一个叫域名空间 它的结构 是跟我们的linux的目录结构一样 也是一种竖形的结构 竖形结构 最上面是什么 根目录 不是根目录啊 最上面是点啊 在那里面是根目录对吧 最上面的是一个什么 特殊的域叫什么 根域 根域啊 根域 我们看一下后面应该有的 然后下面呢就是它的什么 什么一级域名 一级域 或者顶级域对不对 二级域三级域对吧 等等等等啊 依此类推 然后如果这域下面呢 没有再分域了 那它下面就是什么 主机 会有很多的主机 对不对 主机名 然后看一下这里面这句话啊 就是所以出现了 互联网规模进一步扩大的时候啊 这种方式就不堪重用了 就是把文 把我们host文件来写到一个 就写到放到一个文件服务器上面 供别人下载 所以这个时候DNS系统出现了 然后DNS的什么 就是 系统呢也在不断的进化演化 直到现在 形成我们最终的什么 这种多层架构体系 也就是一种分层的什么 一个体系啊 那 DNS 全称呢叫 Domain Name System 叫域名系统 它是Internet上面作为域名 与IP地址 互相映射的一个叫分布式数据库 分布式数据库 那它的数据 记录的是什么 记录的 是不是主要啊 主要是记录的域名和IP的映射吧 而且是注意是三个字啊 分布式 分布式意味着我这个什么 DNS里面的这些域名啊 不是全部放到一台服务器上面 或者一个点对不对 而是什么 分散的来放 你说你这个域 你只管你比如说百度点抗这个域的DNS服务器 我只管什么 百度点抗这个域下面的主机的映射 那你管得到其他的域的吗 管不了 你也不用管对不对 你也管不着 所以我们叫什么 这种结构 这种我们叫域的分层管理 就你 你管理好你自己的不要管别人 对不对 你管好自己的域 以及这个域下面的主机 然后这个最通过主机名 我们得到了吗 该主机对应的IP 这种过程呢 我们叫做域名解析 或者说叫主机名解析 那DNS协议呢 运行在UDP 传输层协议之上 对吧 端口号呢 是53 也就是UDP的53端口 然后 DNS的分布式数据库呢 以域名为所以 每一个域名呢 实际上就是一颗很大的立像树中的路径 这颗立像树呢 我们被称为DOMAIN NAME SPACE 叫域名空间 这里没有那张 没有一张域名空间的图 域名空间 空间 NAME SPACE DOMAIN NAME SPACE 那这个域名空间里面 我给你们 我得找一张图啊 找两张的 其实都可以 随便挑一张都可以 看这里 看这里 这个是维基什么 维基百科啊 这什么文字 啊 不是 不是什么文字 这是里面什么 等于说 每一个什么 每一个这个框 其实就是一个什么 域 对不对 这个域 然后这些什么东西呢 这个域里面的内容是什么 存放了什么东西 存放了就是叫资源记录 看这里没有 resource record 叫资源记录 那这个域里面 最上面的这个域呢 我们叫做什么 根域 是不是这是跟我们路 内容的目录结构 有点类似啊 我们路录结构也是最上面 是根目录 对不对 跟下面有很多子目录 那DNS的域名空间呢 最上面也是什么 根域 我们叫根域 就每一个什么 圈就是一个域 然后 根域下面呢 看一下 再找一个 合适一点的 这上面呢 是一个叫根域 也叫root 根域 而我们用什么来表示啊 用一个点来表示 就这里应该写成一个点 然后根域下面 是不是有什么con edu org 还有什么其他的 对吧 还有什么 有什么其他的 你们接触过了 我们的官网 是不是pnab.net 所以net对呗 还有呢 cn cn 属于什么 一类国家域名 对不对 就国家域名 还有呢 还有什么军方 对不对 政府组织 政府组织 政府机构 对 政府机构 是什么 government 对吧 政府嘛 gov 等等啊 然后这个 这一层 域 我们把它叫什么 在这一层里面 域在这一层里面 我们把它叫什么域啊 叫什么域 t ld top level 上面 叫什么 顶级域名 对吧 顶级域名 所以有很多的顶级域名 那这些代表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com com 商业机构对吧 company 比如说我们很多的网站呢 很多的公司 它会有两个网站 一个是.com的 一个是.org的 点.com的 代表这是 他公司的商业化产品 对吧 卖的是他的商业化产品 或商业化产品的主 主站点 然后.org呢 是开源的产品的站点 比如说ngs是不是 点官网是org 那你们知道ngs 也有他的商业化产品 对吧 ngs plus 他有ngs.com 就这个 这是收费的 对不对 好 然后下面叫什么 second level domain 叫二级域名 对吧 二级域名 然后 再下面 如果他还有的话 是不是可以继续分 比如他在二级下面 再分什么 紫域 sub domain 这个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三级域名 对吧 或者叫紫域 就是这个是主域吗 这是主这个域上面的紫域 那最少得有几层 最少是不是得有两层 你没有听过什么 你没有听过什么 org点这种网站吗 也没有听过什么 没有听过直接听过点这种网站吗 但是你听过什么 百度点抗对呗 那百度点抗能不能用呢 能不能访问呢 是不是可以啊 可以啊 当然实际上我们是不能直接访问的 就是有一些网站 他是拒绝呢 你用户直接访问 直接通过这种域名形式来访问 本来我们访问的话 是不是应该接3w点百度点抗 但是我但是因为百度主要的业务 就搜索引擎嘛 所以他自动让这个什么 访问这个域的用户呢 直接跳到他的什么 3w点百度点抗去了 就在服务web服务器那端做了一些配置 这是这张图 这张图 来看一下这一张 这一张比如说更运语对吧 抗CNN3w 那更运呢 点是更运对吧 抗呢是顶级域名 然后呢 CNN呢是二级域名 对吧 二级域 然后他下面的3w呢 因为他下面没有子域了嘛 我们怎么看他有没有子域啊 一般像这种3w肯定就是主机了 对吧 如果他下面还有什么3w 对吧 那他就是有上面 3w上面就是他的一个子域 那这个路径啊 就是 这是DNS的域名名称空间 或者说域名空间 那我们如果想要描述 你想一想 这个域名DNS的域名空间呢 是不是可以用来描述我们很多设备 在互联网 在DNS的域名系统中的位置的 对不对 比如说你有一台路由器 对吧 比如说我们什么电信 对吧 有一批路由器 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这些路由器 放在这上面 然后呢做一个IP地址的映射 对吧 给他一个域 申请一个域啊 然后呢写进去 所以你可以发现整个互联网的 大多数的设备呢 都可以呢 在这个域名域名空间里面找到 那我如果想要访问 这个DNS里面的域名空间的某一台设备的话 是通过什么来访问的呢 通过什么来访问 你怎么去找到 比如说你要找这个CNN下面的一台 叫3W的主机怎么去找 首先我描述这台主机 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个路径来描述它 嗯 这个路径怎么写 按照我们文 Linux的文件的什么这种路径来 来 来呃 什么类类比的话 对吧 那是不是从点开始 到什么 抗 从点开始 到什么 抗 再到什么 CNN CN 再到什么 3W 是不是这种描述 这样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这种方 这种方法来描述我们整个域名空间的所有的什么 每一台主机是不是都可以用这种方法来描述它 只要它在我们域名空间里面对吧 那 这样写的话是不是很比较 我们读 读起来的话是不方便 所以我们在什么 描述这个主机的路径的时候 我们一般会反过来写 把主机名写在最前面 然后依次是什么 就把它倒过来嘛 CNN 再点什么 抗 再点 好 这个名字注意叫做什么呢 他有一个叫法叫 FQDN FQDN 叫完全合格 Domain Name FQDN 叫完全合格域名 完全合格域名 OK 这个记住啊 那完全合格域名实际上我们用怎么来通俗的理解呢 就是在我们原来的网址的技术上给大家了一个点 是不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之前是读 是3w.by.com 那他的FQDN是不是 就是多了个点 对不对 那这个点你们知道代表什么吗 代表根据对不对 根据 那这个点一般我们都会什么省略掉 所以我们在输入域名的话 就不用GFQDN 直接写这种缩写形式对吧 少掉这个点 这是域名空间啊 让图丢进去 然后这个域名空间里面我们需要理解的是什么 首先 根据对吧 这些不同的域的叫法 上面是根据 然后下面呢是顶级域 下面呢是二级域对吧 然后下面如果有的话有域 你看比如像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紫域 然后紫域下面呢 还是3w对吧 好 来看一下图解 这个图解呢介绍的是什么 我们的这种域名什么 查询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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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叫解析过程 域名解析流程 流程 怎么解的呢 那其实我们看一下这张图啊 这张图 这张图的话 我们刚才讲 域的话呢 它是一种分层的结构 而且是什么 每一层域 是不是只管理什么 它下面的什么 所下属的 这个域 或者下属的主机 比如说根域的话 只管什么 它下面这一层 它能够管到什么 这种CN或者3w这一层吗 管不到对吧 所以这个根域的话呢 只记录什么 根域 里面呢 是不是有一台DNS服务器 然后它记录了什么东西 记录了 它下面的这些什么 域的 地址吧 域名以及什么 地址的位置 地址在什么地方 然后 抗 是不是记录什么 记录抗下面这个域的 域名和IP 那 edu 是不是记录 edu下面的什么 域名和IP 域对不对或者什么 其他的域 然后 CNN 是不是一般像这种 是不是我们公司啊 或者什么 企业啊 自己去申请的一个域 对不对这种域 然后这 然后这个是属于什么 公司自己维护的 我们公司呢 只需要呢 在这种域名管理软件里面 或者域名管理系统里面 把自己的服务器的地址 给它映射到 这cn.com 这个域上面去 比如说我映射 3w.com 3cn.com 这个是我们提供 web服务器的一台 服务器 对不对 然后把它的地址呢 映射到什么 这个域名管理系统里面去 就把它写进 域名管理系统里面去 那其他用户数 就可以访问得到了啊 ok 所以啊 这里 到我们什么 主机名 主机名是我们的什么 公司的域 dns服务器来管理的 然后kong呢 负责管理它下面这一层 kong只负责管理它下面这一层 它管不到其他顶级域 顶级域的什么域 对 dns 所以这个要注意 域的这叫域的分层授权 分层管理 以及分层授权 那么看一下这个解析过程啊 我们现在的解析流程是怎样的呢 我们现在的结果啊 不是什么 不是直接是一台服务器 直接是我们自己电脑找根域去解析吗 我们不是直接找根域呗 你的dns服务器指向谁 我们dns服务器肯定不是指向根域对吧 根域的话能全球啊 总共有什么好像有13台对吧 13台根域服务器啊 中国是没有一台的 有吗 反正以前是没有啊 中国没有 好像是大陆或者叫大陆地区没有 香港我记得 有有还是没有 香港好像有 他但是呢 不不是说我们没有根域 其实你会发现呢 根域很重要对吧 就根域很重要 如果根域我们都访问不了了 那其他的什么域 我们是不是都解析不了了 对不对 所以既然根域那么重要 为什么 国内没有的话呢 国内还不担心呢 因为虽然我们国内没有根域 对不对 但是我们有根域的镜像知道吗 所以其实你不用担心 对不对 不是说没有我们就用不了 那我们的你的电脑的dns服务器 是指向谁呢 一般我会让你们是指向一个4个124 对不对 这种地址 那这种地址是什么地址 它不是根域吧 它不是根域对吧 你说4个8 这是谷歌的dns服务器 它是一种什么 它是一种叫公共的dns服务器 这种dns服务器的作用呢就是什么 帮助别人去什么 解析的对吧 帮助别人解析 因为你想一想 如果我们直接去找根域去解析 那这个其实我们的解析过程呢有两种 dns的解析流程有两 解析过程有两种 第一种呢叫做 递规查询 什么叫递规查询 比如说我要解析一个什么域名 我得先找 假设我们中间是没有其他的dns服务器 那我是不是得先找根域 dns服务器去找去问对吧 你比如说你要你知道百度点抗在什么地方 比如我们解的是百度点抗 那他不知道对吧 他是不知道的吧 因为他只负责什么抗吗 edu啊对不对 不负责百度点抗对吧 那怎么但是他知道什么 抗在在什么位置对吧 因为抗是我管的吗 是不是抗是我管的 所以这个时候 他会什么 就根域的话呢 会帮帮我们注意 根域的话会帮我们去找抗 找抗 那抗 知道百度点抗吗 知道百度对不对 点抗 但是他不知道3w在主机对不对 所以他会什么 帮我们去找百度点抗对不对 就是他下面的百度这个什么二级域 那百度肯定什么 这个域肯定知道3w在主机什么地方 因为百度就是我 就是3w在主机就是我自己什么去定义的对吧 那这样我们就找到了找到之后 是不是要交给什么抗 再交给更域 再回到我们最终的什么用户吧 对不对 那这个过程呢 我们叫做什么 地规查询 有没有笔啊 插入 你能画图吗 PVT 没有那种画笔 你帮我找一下 你用过WPS吗 反正我用的比较少 我们简单的简单的画一下他的 嗯 工具 我找不到 嗯 那我只能这样找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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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没办法了 那你们自己在脑海里面脑补好不好 那不是什么 我们地规查询过程怎样的 首先这里是有一台什么 这里有这里是我们用户的什么电脑对吧 用户电脑 然后先找什么找更域去解析 根域呢找 根域找什么 找抗 抗找什么 把CN 对吧 你在这里就CN 就是知道这个答案 知道这个地址 然后再回到什么 抗 再回到什么 根域 最终再回到什么 就根域呢 最终再告诉什么 我们用户这个电 这个什么 地址的这个域名所定义的IP是多少 是不是这种查询过程我们叫地规查询 地规式的对吧 查询 那第二种呢叫迭代查询 迭代查询是这样的呢 这样子 首先同样还是什么 还是找根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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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下一步呢 我们地规查询是根域会帮你去找抗吗 对吧 那是迭代查询不会 迭代查询呢 是他会告诉你 告诉你什么 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谁知道对吧 我知道 看不知道对吧 所以我会告诉你你去找抗你不要问我 所以接下来客户端是不是去找什么抗 抗在告诉什么 用户你去找百度点抗 对吧 那我们我们用户是不是拿到了百度点抗的DNS服器地址 然后找百度点抗去是吗 百度点抗就给我们DNS的响应吧 我们通过这个响应拿到了什么 IP地址 这个叫什么迭代查询 这个好好理解一下 就是一种是D规查询 D规查询 迭代查询 两种 那实际的查询过程呢 想一想 实际的查询过程是这样的 这张图其实选的不好 这个课件不是我做的 我还要改一下课件 找一张好一点的 我们就以这张图来 试图 看这个看中间的实际关系 解释吧 把这个换掉 把它放大一点 这是默克 默克网 默克也是一个云笔记的软件吗 哇 做云笔记的 做一些轻量型的云笔记 那以这个3w.imoc.com为例子 我们要解析的话 比如说用户要访问他的网站吗 最终说要访问他的外服器 但是我不知道他的外服器的地址 对吧 那我们首先呢 最怎么解析呢 所以这个实际的解析过程啊 我详细的讲一遍啊 记住啊 我可能课件里面没有那么详细 或者说没有写的很很准确啊 首先 你的电脑 如果是windows的话 本地有缓存 首先会找 不是不是找 不是先找矿村啊 首先我们会找hosts文件 对不对 就是etchost 还就我们刚才讲etchost吗 这个文件也是用来什么 做域名解析的吧 而且他是本地的 对不对 本地的域名解析 所以他的优先级是高于什么dns的 所以如果这个文件里面有关于这个域名称的映射 那还去不去找什么dns服务器 我去约了 对吧 直接返回地址了 就跟我们之前在host的文件写了一个三达六点百对点看的映射之后 那你去拼百对点看是不是拼自己指定的解析的那个地址 好 如果没有的话 再去什么 找 再去干嘛呢 不是直接找dns 因为我们自己 你是什么 你去访问dns服务器 你是不是就是得 你是不是就是客户端啊 那你 那你是通过什么客户端软件去访问的呢 我们这里没有 我们看不见的呗 但实际上操作系统是不是有客户端的代码去访问dns服务器啊 那客户端的这个dns客户端工具 这一段代码它是有缓存的 就这个程序是有缓存的 比如说他以前访问过 那我会把以前的访问记录给他缓存到本地 所以我不需要再去什么 如果缓存里面有 我就不需要了吗 不需要再去找dns了 所以第二步是什么 找本地的缓存 本地的dns缓存 有的话 对吧 直接用 没有的话 再去找dns服务器 那 Windows的缓存 本地的dns缓存 也是通过这个命令去看 ipconfig displaydns dns 你们可以自己查 自己去试 ipconfig displaydns 然后如果你想清空这个本地的dns缓存呢 flashdns 应该是可以敲的 自己试一下 好 这是本地的dns缓存吗 看这里 dns解析的缓存对呗 那如果没有呢 再找dns服务器吧 dns服务器 那这里的dns服务器呢 是不是就相当于什么 4个114或者8.8这个对呗 那那4个114或者8.8你想想 他会不会缓存 比如说 每天有成百万上千万的用户跟我找百度 那我不缓存的话 我每次都要去 去根预走一遍那个什么地规查询 我迭代查询的流程 那我不会累死 所以会怎么办 像这种公共的我们叫公共的dns服务器对吧 他会什么 缓存 常用的域名是不是都会缓存起来 一旦多少个什么多少秒之后他就是什么 参除对吧 就会先缓存一段时间 所以如果这个地址 这个域名一直有人解析是不是这个广角一直在 就提高了我们解析的效率 这是公共的dns 当然我们这张图里面的其实不是用的公共dns 我们是用的本地的dns 什么叫本地dns呢 就是比如说我们是一个公司吗 我们公司又是不是有很多主机 也有很多服务器 对不对 我们公司没有向什么域名提供商去买这种域名 但是我们公司内部也想用域名去访问 互相访问服务器对或主机 那怎么办呢 我们自己做一个什么本地的dns服务器 就这个dns服务器呢 只负责只负责什么 本地的域名的解析 不负责其他域 不负责外面的这些域对不对 外面的用户 解不了这个域对不对 我们只负责内部的这个什么 用户的dns解析 所以内部的这些员工的电脑 他的dns服务器是不是要指向这台本地的dns服务器 对 这样他能够什么 访问本地的这些服务器的时候就可以 得到这种域名解析的答案 那如果他访问的不是本地的这个月呢 不是我们公司的这个月呢 所以是不是 这个时候是往前面走 继续往前面走对吧 找什么 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 做地规或者什么迭代查询 那到底我们 真实的查询过程到底是用地规还是迭代呢 你想一想 如果是用地规的话 假如说 我们现在这里是有一排人 我现在这条线对不对 做了一排人 那我先问第一个人 第一个人呢会问第二个人 第二个人会问第三个人 对不对 然后再什么 第三个人 拿到答案周 再告诉什么 第二个人 第二个人再告诉第一个人 第一个人再告诉过我 那你想一想 做第一 第一个人是不是要什么 把所有的 都记录下来 谁来问过我 问的什么东西 我是不是得记下来 我还要得维护这个绘画吧 对不对 那你常想 成百上千万的人 去找你做地规的话 你忙得过来吗 你记得下来吗 这需要消耗很大的资源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这种吗 这种服务器啊 根本不会允许你做地规 是不是 肯定是不会允许你做地规的 他是扛不住的 如果做地规的话 你想想像 整个全世界有多少台 对吧 普通的电脑对不对 PC每个人人 比如十个人一台的话也有几亿台吧 几十亿台对不对 很正常的吧 而且现在不只是电脑有地址 什么冰箱啊 对吧洗衣机 是不是也有APP地址 对啊 智能家居嘛 什么万物互联嘛 所有的东西是不是都可能有APP地址 那你 那你这样算下来对吧 那你服务器 就十三台 或者再加十倍百倍千倍 是不是也扛不住 对吧 所以地规查询肯定是不现实的 所以应该用什么 迭代查询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先找谁 先找根域 对吧 你不知道 那就什么 找根域 当然我们的什么运营商 也会有什么 一般我们的本地DNS 你可以指向你所在的运营商的DNS服务器 比如说你去拉一条光纤的时候 你那个什么 路由器在获得 获得什么 在街上他的什么 运营商的那个 光纤或者什么网线的时候 是会获取到一个地址 同时还会自动的设定一个 DNS服务器 那个DNS服务器就是什么 运营商自己内部的DNS服务器 因为 你用运营商的DNS服务器是不是会更快一点 是不是 就不用什么 访问外网再去解析了吗 你可以在运营商的内部的DNS服务器去解析 对不对 会更快 那我们能是指向什么 我们如果把DNS服务器指向4个14的话 是直接找 那台什么 124 去解析 那124是不是相当于把这个什么本地的DNS 换成124的公共的DNS服务器 他解的时候是不是有缓存 有缓存 如果有缓存就返回 没有缓存呢 就去往根域 对吧 他是不是也要找根域去解析 根域 告诉你去找 你看 这是不是一个迭代的过程 根域告诉你 去找 看告诉你去找 什么 imog.com 这个月 imog.com这个月呢 告诉你什么 他的 返回给谁 返回给本地的DNS服务器或者公共的DNS服务器 然后最后再返回给什么 用户吧 最终的什么 客户端 客户对 那这个过程到底是 地规还是迭代呢 我们完整的这个过程 好 首先 这一部分是不是迭代查询 这一部分呢 左边 这一圈 地规 对吧 所以他不只是单纯的说用地规或者用迭代 我们都会用 迭代查询吧 有没有问题 整个查询过程 能够达出来吗 如果 如果面试的时候 问这种 其实这个是经常 很容易被提问的问题 像DNS的解析流程 如果你能够 像我刚才那样对吧 把每一步的步骤清晰的 表达出来的话 就非常的优秀 而且 好 这个过程我们就过了 这图 这个文字你们自己看 刚才这个图好好理解 就是按照我们刚才所讲的 这个图片呢是我们的 命令啊 是一条叫D 用Dig这个命令去查看的 一个输出信息 Dig Dig呢可以用来做DNS的一个解析 DNS的域名解析 就是他 他是一个DNS的客户端工具 然后你可以看到他在解析的时候对吧 也是什么 一步一步的去找 他有一个选项呢叫-X 他可以追踪这个解析流程 追踪解析流程 这里面其实可以看到有很多的什么A 看到没有 A A A NS A 这些 这些呢我们把它叫做什么 A代表 A这种叫 首先这一个字段我们叫做 或者这一条记录我们把它叫做什么 叫做 资源记录 叫Resource Record 然后 资源记录有很多的类型 比如说我们的A代表了吗 Address记录 叫 地址记录对吧 地址记录呢就是 你看一下左边是什么 左边是什么 域名对吧 主机名 或者fqdn 你看后面是不是有点呢 这是一个fqdn的形式对吧 右边呢 ip地址 ip地址 域名 与他对应的ip地址 我们通过查这个记录是不是可以得到这个域名手中的ip地址 所以 所以A记录用来干嘛 所以用来做什么 做域名到ip的解析的 A这种记录的作用就是做域名到IP的解析 我们就是 我们去dns伏器查什么 就查域记录 他他有这个域名有没有A记录 那ns呢 是表示这个域的dns伏器的信息吧 比如说我这个我们前面是一个什么 域对不对 后面呢是这个域的dns伏器 就他内容不同啊 就你不同的记录 他的内容都是不同的 那dns的解析呢 有 两类 两类 一类呢叫 正向解析 什么叫正向解析 比如说我们通过域名查ip字叫什么 就是正向解析 是不是一个正的方向 就是我们比较 熟悉的方向对不对 就是通过域名查ip 那还有一个方向呢是反过来 我们通过ip查解什么 解域名 这个就叫什么 反向解析 叫反解 正解 反解啊 这个搞定 那a记录是做什么用来做什么的 做正解 做反解的 做正解的对不对 反解的话呢用的是一 一种叫ptr记录 pointer对吧 指针 ptr记录 那dns服务器怎么配 Windows的话呢在 网卡里面是不是可以在这里配dns服务器的地址 比如说我们dns服务器是不是可以指向路由器啊 指向路由器等于说 路由器收到之后会帮我们去转发吗 使用路由器的功能只是做一个转发对不对 我们把这个dns转发给谁 也至于dns代理的功能 那我们呃比较常用的呢 是比如说google的话8.8 阿里的223.5.5.5 还有114dns的4个114 嗯看一下第1个这条命令啊 第1个这条命令的用法 嗯里面应该有吧 开始的话应该是有第1个这条命令 第1个这个命令呢就是我们的 dns的 客户端工具 客户端工具啊可以用来做一些dns的调试啊 解析工作 我们看一下他的常用的用法 首先 第1个加一个域名 对吧是不是可以 解证做一个正向解析 他不像pin啊 pin的话是不是直接给你一个地址 第1个的话呢是不是更专业一点 他给你返回的不是一个地址啊 是一条什么 答案对不对 answer 这个答案里面有包含什么 是包含了几条记录啊 这每一行我们是叫做记录 然后他有几种类型 我们这里是不是有两类啊 一类叫cname cname可以叫做 可以例行为别名 就等于说 百度.com是不是有一个另外其他的名字 对不对 然后这个名字所定义的a记录是什么 所以就是这个名字所定的ip地址是吗 3839 对不对 但是注意啊 这两台虽然看起来好像是 两台主机对吧 两台 服务器的地址是3839 但是实际上是吗 这两台是真正的web服务器吗 真的是web服务器吗 并不是 如果我们了解过 这种服务器的这种架构的话就知道 我们的网站 对吧 服务器不是直接暴露出来的 直接暴露出来 你想一想 你这台服务器 每天成百万上千万的人访问 你扛得住 所以我们还会做什么 分流对不对 前面做负载 对吧 我负载 做负载均衡做高可用 做ha对吧 叫高可用 所以你访问这台并不一定 是web服务器 那可能是一台什么 负载均衡服务器对吧 或者说是一个什么 dn cdn节点 因为 因为我不可能直接跑到 北京 对不对 的机房去访问北京的机房的服务器 我们在广州的话 那那百度在广州没有数据中心吗 或者说在整个南方地区没有数据中心吗 肯定有对不对 那我们可能访问的是什么 我们最近的某一个什么 节点对不对 cdn节点 然后他里面有缓程直接访问给我们 我们就不用跑到 再去百度了 再去北京对不对 那么远 这是dg的最基础的用法 那dg还有哪些用法呢 比如说我要做反解 做正解 我们解析的是a记录 就是相当于我们-ta 类型嘛 字元记录类型是a记录 对吧 其实结果是一样的对不对 那如果做反解的话呢 解析的就不是a记录了 是ptr记录 然后ptr记录你要做反解 后面是不是得接一个什么 理解的是不是一个ip地址所对应的域名 所以 我们这里要写什么 写一个ip地址 比如说我写 14.215.177.39 有吗 嗯 没有 写不了 他没有 他没有对这个ip地址做反解 解不到就这个意思 那我们对4个114做一下反解 这里我们要换一下 水啊 我们的服务器是4个114的 114给我们的答案 嗯 不是这么的吗 -t类型 可以直接什么 -x 但是这样应该也是可以的吧 直接-x 直接做反解 可以得到答案对不对 他的域名是什么 public 1.114.s.com 上点吗 就4个14的话的域名是不是这个 那我们就可以在域名空间里面标识出来 他是不是在抗这个顶级域下面 在124dns这个二级域下面对不对 然后他的主机名是叫public1 对不对 对不对 对不对我们是不是给在域名空间里面描述出来他的位置 好 这第一个那还有一个用法呢就是我在解析的时候啊比如说 我们之前讲过 想要 改dns的话呢是不是改那个什么 resolve.conf 把它改掉 那如果 如果 如果我们什么 就说 每一次改 就说如果我们想要用某一台dns服器做测试 那我是不是得把这个文件改掉 那这个是不是太麻烦了 改掉之后又要改回来 但我只是临时的用一下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第一个的话呢还支持一种比较好用的用法呢就是 他可以指定用哪个dns服器去解析 这样就我们就不用频繁的去修改这个配置文件了对不对 是怎么用的呢 比如说我要解百度点看嘛 比如说你现在上不了网对不对 或者说你能够聘通ip但是访问不了域名 那你可以尝试一下用其他的域名 用其他的dns服器去解析 比如说你用4个8 去解析 是不是也有答案 那说明我们这个dns服器是不是也能用 那223.5.5 是不是也能解 也可以收到的答案 具体看能不能解 看这里 答案部分有没有内容 如果是空的说明 没有解析成功对不对 那我随便写一个可不可以呢 不行对不对 这不是一个dns服器地址吧 所以我们常用的 其实就那么几个对吧 我们接下来就行了 4个14对吧 23.5.5 8.8 8.8 4个8 然后 然后 dns 第个还有一个什么加 trace 可用来的吗 追踪我们的查询过程 比如说我们追踪一下 3wb点百度点抗的解析过程 你可以看一下 首先先找谁 找根域 你这就数一下这里是不是13个 对吧 13个是不是啊 123 456 789 10 11 12 13 是不是13个 然后 然后再找嘛 先找根域 根域告诉你去找抗 所以接下来就找抗啊 抗告诉你去找百度点抗 百度点抗再返回给什么 返回给我们的什么这种别名啊或者什么 a记录 ns记录 因为他指向另外一个什么 另外一个 主机名 域名吗 那我们是不是又要开始找这个域啊 a.4分点抗这个域啊 所以他会告诉我们这个域的dns服务器在什么地方 我们就得找那个域对吧 这样的过程 那资源记录类型 我们看一下 a记录 叫地址记录 ns记录呢 叫 name server记录对吧 然后邮件记录呢 叫mail exchange 就是邮件服务器记录 然后cname呢叫规范名或者说叫 别名对不对 别名记录 然后ptr呢就pointer 叫逆向查询记录 用于 将ip解析什么 域名 那一般的公司呢我们都会有两台dns服务器去做什么 做备份嘛对不对 万一某一台服务器换的呢 这是我们的dns吧 就 我对 我们的咱们都会有的 我们的咱们工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